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疫情黑洞下的冰山翼角 增加预计大部分城市死亡人数将是平时的两三倍 不仅在北上广等大城市 有二三四线城市的市民透露 当地火葬场也人满为患 医院超负荷运转 用死亡证明 作假推责 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自欺欺人 美国之音报道 在有118万人口的江苏省泰兴市当地居民透露 由于遗体数量飙升 位于文昌西路的泰兴殡仪馆开启了七八个火化炉 一天能够焚烧上百具尸体 泰兴老家的双亲岳父母接连感染 陈军心情沉重 他表示 去世人数可以说是永远的一个谜 被死的无缘无故 连数字现在都不是了 医院说我们不敢写新冠 写新冠的话要丢饭碗 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自欺欺人 陈军无奈地表示 每个人都在关心我的家人到底是怎么去世的 还有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次疫情的突然爆发 从药品管制到疫苗无效 集中又有多少人没酿成的冤魂 12月底前往武汉同济医院 中南医院 协和医院等地走访拍摄的武昌区居民 王女士 再次体会了2020年初武汉封城期间的恐惧 她在医院里待着很痛苦 病人们大张着嘴 空气里散播着死亡的气味 没有床位 没有氧气瓶 去医院有用吗 打的就是消炎的药 她还从冰葬业工作的朋友了解到 武昌殡仪馆8个火化炉 24小时不停运转 一天烧100多具 从10号到现在两三千具有了 王女士说 真的很恐怖 完全回到了三年前的原点 三年前就死得不明不白 现在死得还是不明不白 灾难一直在重演 悲剧从未停止 中国1月8日将重新开放 国民出境 王女士提醒说 病毒的源头一天没有追溯清楚 中国人最好不要大规模地涌出国门 对世界也是一个交代 美国之音通过卫星公司PelletNaps 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 12月末 中国部分城市殡仪馆前出现了车辆大牌长龙 从谷歌地球公布的图片数据库来看 广州藩渝区殡仪馆和沈阳殡仪馆的车流量 过去5-10年来从未如上个月一般拥挤 美国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主任克里斯托夫·莫里预计 2023年中国将超过100万人死于新冠 但疫情高峰的确切时间很难评估 因为官方报告的病例 住院和死亡数据似乎根本不准确 有中国作家在微博上记述到 父亲村里家家户户都养了一片死寂 2022年的跨年夜 他在医院陪伴着重症的母亲 他写道 还有更多的人死了就死了 不会有复告 不会有除家属以外的人挂念在心上 这个数字有多少呢 不知道 只是现在连火葬场都有了黄牛票 这滔天洪水一样的疫情 这铺天盖地的死亡阴影 事情何至于此 1月7日开始的春运预计将迎来20亿人次的大迁徙 人流高峰与疫情高峰叠加 对于可能在农历新年期间来袭的第二波死亡浪潮 美国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 丁亮敦促北京当局 更加公开透明的分享数据 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人员 可以借此更快的评估应对举措 还应立即允许进口适应Omicron的新疫苗 包括接受西方唾手可得的捐赠和援助 丁亮表示 所有这些措施都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但问题在于中共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这真可悲 近期中国疫情失控医院几报 日前中国防疫专家张文宏 一段内部讲话录音曝光 披露现在大量医生都在做无效治疗 病人白白等死 如果不纠正 接下来会看到大量染疫的病人死亡 有分析指出 张文宏的讲话还透露一个重要信息 中共清零三年错误的决策只做了一件事 防把所有的资源都用来全力防一个注定防不住的病毒 结果在治这个重要的环节出现了严重缺失 导致疫情一来就兵荒马乱一片狼藉 方黄网5日报道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静日培训敏航区社区医生时 分析为何中国各级医院目前爆发严重的医疗挤兑 并将张文宏讲话整理成了万字长文 张文宏表示 病人大量涌向二级三级医院 使医院病床达到饱和 这是因为之前的治疗方案并非最优 社区医院的治疗大多无效 很多病人用药后不见好转 又跑到大医院 结果大医院治疗效果也不佳 许多病人住院后缓解率很低 甚至病情加重最终导致死亡 用张文宏的话说 我为什么急了 我感觉到大家没有在用正确的救治方案 该活的病人都没有能活下来 这两天各个地方的死亡数是上升的 我们是不是通过有效的治疗 让死亡数往下面走 再过一个星期就来不及了 因为大面积感染现在正在发生 张文宏还提到 目前针对患者一般就开四种药 退烧药 抗菌药 咳嗽药水 其他辅助药物 但这四步法大概率是在消耗掉病人最宝贵的黄金72小时 但是医院正一次又一次的延续这样的无效治疗 针对上海大医院住院已经饱和 张文宏还建议社区医院不要让病人一股脑地跑到大医院造成医疗挤兑 开一个病房买一个病人当你收不进去的时候就等死 但是能不能不要大家集中在一起死 海外时评人士唐靖远分析指出 张文宏的讲话透露 中国大部分社区医院甚至二三线医院都缺少抗病毒药物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使用抗生素 为什么缺少抗病毒药物是因为疫情爆发三年来 中国国产的抗病毒药物没有搞上去 又没有做进口的储备 所以一放开就导致无药可用 张文宏的讲话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疫情惨状很大程度是人为造成的 中共清零三年错误的决策只做了一件事 防把所有的资源都用来全力防一个注定防不住的病毒 结果在致这个重要的环节出现了严重的缺失 导致疫情一来就兵荒马乱一片狼藉 中国科技金融巨头蚂蚁集团7日宣布 其创始人马云在一系列股权调整后 已放弃对该集团的控制 同一天泰国媒体爆料 中国亿万富翁马云现身慢股 据报道 蚂蚁集团7日在官宝发布公告 表示该集团进行一系列股权调整 在调整完毕后 蚂蚁集团各主要股东彼此独立行使股份表决权 且无一致行动关系 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股东单一 或共同控制蚂蚁集团的情形 根据路透社的计算 马云此前在蚂蚁集团拥有超过50%的投票权 但此次变动 它的持股仅剩下6.2% 而根据声明中透露 该公司先前复杂的控股结构 显示其创始人马云此前 间接控制了蚂蚁集团53.46%的股份及投票权 此外 马云本周被发现在泰国曼谷进行社交活动 一件网络帖子和当地媒体报道显示 马云人在泰国 最近一次看到马云是一位米其林新级厨师 他6日发布了一张同马云的合影 并配文 非常谦虚 我们很荣幸欢迎你和你的家人 泰国几家当地媒体还报道说 马云与泰国最大的农业综合企业 政大集团董事会主席素帕吉切拉瓦农 一起在一个餐厅用餐 此前马云被发现在日本隐身 中共对全球的渗透已到了无孔不入的状态 英国情报单位最近几个月 开始清查官员及外交官坐车 是否被装了窃听器 拆解惊人发现 部分官员坐车遭中共方面秘密安装了最终器 并将数据回传中国 据英媒报道 由于对间谍软体的担忧 英国情报单位拆解部长及官员及外交官的坐车 结果发现 有汽车隐藏了可以传输位置的SIM卡 国安人员解释 这些定位设备被隐藏在中国供应商提供的密封零件内 可以在制造商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到车辆中 而这些汽车电子控制单元主要从中国采购 在密封送给汽车制造商之前 这些电子控制单元就已经被嵌入了SIM卡中 英国情报官员表示 情报人员通过类似的外科手术的方式 将汽车拆到最后一个螺丝 发现了令人不安的东西 这个跟踪SIM卡能够在数月和数年的时间里 掌握英国政府官员动向 建立丰富的活动档案 也证实中共窃听西方情字的方式 英国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表示 我们应该改变审查模式了 是时候将中共列为系统性威胁的时刻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大家下期节目